問問 您怎麼看是部長 現在疫情是不還沒失望 他現在緊急出來參選 那現在接下來在選擇的部分 會成為臺北市的疫情 會成為臺北市一個緊急的攻防站 那打這個疫情 對於黃沈山部市長所加分的消息 是不厲害的 疫情的變化恐怕是陳時中 出來參選的一個最大的變數 尤其現在是Omicron BA點事跟電誤 恐怕在8月底9月的時候 如果在一波的一個大流行 像昨天都已經傳出日本 又在3個月以後 現在又開始大流行 那很多的國家現在Omicron的 畢業點事跟電誤都正在大流行 我相信這個在公衛學上 我們常常觀察的叫 洞見慣瞻 就看到臨近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現在邊境的管制 它現在又已經鬆綁了 所以這些邊境的 進來的很快就又會在國內 造成一個本土的社區感染 所以這個我想 陳時中的最大 變異數就是 疫情的變化 那這個疫情的變化 是不是會對黃珊珊 護市長有 選情上面的一些變化 因為過去兩年多黃珊珊 在台北市政府 護市長的一個 這個作為上大家最為肯定的 也就是他在防疫上面 尤其是第一年 包括萬華的疫情 我相信他在跟地方上面的溝通 以及做一些很細膩的這些照顧 這個都是台北市民可以看得到 他在防疫上面 他是一個有行政能力的一個長官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讓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好